诗篇第九十四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诗篇八十四篇一至十二节 有福的人 万俊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向永生神呼吁 万君之耶和华 我的王 我的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 燕子为自己找着爆厨之窝 如此 住在你殿中的 便唯有福 他们仍要赞美你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 这人便为有福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 盖满了全谷 他们行走 立上加厉 各人到西安朝见神 耶和华 万君之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留心听 神啊 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垂顾 观看你受告者的面 在你的愿语 住一日 圣寺在别处 住千日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 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 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今天的诗篇三次提及有福 住在神殿中的人便为有福 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人便为有福 倚靠神的人便为有福 圣经多次提及有福之人的记号 绝大多数都是和喜爱耶和华的话语 投奔倚靠神 遵行神的法度和命令有关 这一篇诗篇所提及的有福 大致上也不离开同样的范畴 虽然诗人在内容中多次提及 他对神殿雨的渴慕 以及他期望前去敬拜神的心愿 但是当他提到与神同住 想要亲近神的渴慕 其实就是在向我们表达一个 愿意投靠神的态度 而这样的人就是圣经中所谓有福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时常在神的面前悔改 因为我们时常不以神为满足 还没有结婚的人 巴不得神赶快赐下好姻缘 已经结婚的人 却又多么希望哪一天可以偷闲一下 不满意目前工作薪资的人 四处寻找更好的机会 赞助好职位的人 往往却又不认真工作 正在面对升学压力的人 成天忧愁紧张 在理想的学校中 本该好好学习的人 却又四处贪玩享乐 当人不以神在当下的带领为满足 而把自己的欲望摆在前头 就不会在每天的生活中信靠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正渴慕神的生命 绝不只是在教会崇拜时的唱唱跳跳 也不只是积极参与小组 投入侍奉而已 更重要的是 必须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学习以神为我们的满足 倘若连麻雀 燕子等动物 都可以在神那里得着恩惠 煮好巢窝 在殿中安居 那么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 岂不比麻雀 燕子更加贵重呢 神岂会不眷顾那些 倚靠他的儿女呢 耶和华 神是日头 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感谢主 他要将信靠他的人 从黑暗及苦难中拯救出来 但愿我们天天愿意投靠神 以神为最大的满足 成为真正有福的人 主啊 感谢你乐意把救恩赏赐给我 求你帮助我更深刻的依靠和相信你 并且愿意享受你所赐的每一天 以你为我最大的满足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诗篇八十四篇十一十二节 因为耶和华 神是日头 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阿们 神啊 你是日头 是盾牌 你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阿们 绝书 你是那荣耀的日头 照耀着我们 阿们 你的光可以照耀着地上每一个角落 阿们 是的 神啊 你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这些行动正直的人 是的 主 你真是公义的日头 你真是我们的盾牌 你是保护我们的 你赐下恩惠和荣耀 你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阿们 主啊 我们何等的感恩 你对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毫无保留 阿们 为那个最有福的人 所有你一切的好处 都愿意赏赐下来给我 因为你是日头 是盾牌 是赐下恩惠和荣耀的神 是的 主 你是赐下恩惠和荣耀的神 主求你帮助我 每天能够经历你的恩惠 也能够看见你的荣耀 主啊 我感谢你 你是赐下恩惠和荣耀的神 开我的眼睛 看见你的恩惠 看见你的荣耀 以至于我一生 可以来荣耀你的名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我愿意赏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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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祝福我们 我愿意赏回来 我愿意赏回来 我是哥 我愿意赏回来